泰国国家速滩委员会的官员 5号向最高检察院 移交前总理英拉 涉嫌大米点压计划 读指舞弊文件 要求最高检察院 向最高法院政治家刑事法庭 做出起诉 泰国速滩委员 昨天向最高检察院 移交英拉的调查资料 他表示 经由速滩委员会调查 并得出结论 英拉应该为5000亿株的 大米抵押计划 及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承担责任 由于该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最高检察院将成立 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核文件资料 确认其证据论诉是否充分 将在30天内做出决定 是否向法庭起诉英拉 检方指出 将以公正的原则进行审核 也会给当事人英拉 充分的辩解机会 不论英拉是否按期返回泰国 都不会影响到 最高检察院的审核或送审 前总理英拉则委托律师 向最高检察院递交文件 指责诉谈委员会 在立案和调查过程中 有违公正原则 请求最高检察院 本着公正原则 给予认真审核 诉谈委员会7月17号 决定提请总检察长 以玩忽职守的罪名 将英拉起诉至最高法院 刑事法庭 追究其在大米抵押政策 实施过程中 给国家造成约5000亿出的 巨额经济损失的失职之责